北京冬季奥运会 2月4号开始的北京冬季奥运会 开幕式的色彩看起来真好 果然是张艺木导演导演的 不过我觉得有些太过于强调民族融合 看起来有些假惺惺的感觉 如果在中国没有人权问题的话 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 应该说是非常好的 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吉祥物 叫做冰敦敦和雪茸茸 冰敦敦的原型是熊猫 雪茸茸的原型是灯笼 听说奥运会开始之前 吉祥物并没有那么受欢迎 可是因为一个男人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那么这个男人是谁呢 就是日本记者石刚一堂 现在他人在北京 向日本报道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新闻 他因为喜欢冰敦敦就买了很多冰敦敦相关的物品送给日本报道局 他一边带着很多冰敦敦的物品 一边报道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新闻 听说中国人很喜欢石刚一堂的那个样子 把它称为义敦敦 因为石刚一堂的热棚 冰敦敦和雪茸茸在日本开始大受欢迎 因此也在中国国内开始走翘了 这次奥运会有很多令人感动的事情 也有各种各样的纠纷 在跳台滑雪男女团体赛中 说比赛规则有问题 冤枉了有实力的四位女选手 说他们犯规了 其中有日本队的高黎沙罗 他第一跳跳得非常好 可是说他犯规了 那时候他哭了 还好他第二跳跳的结果也很好 他跳完第二次后 他又一次哭了 看得我也很难受 比赛后他在网上写了自己的心情 不停的道歉 让人很担心 我觉得谁也不会责备他的 他想的太多了 我很同情他 这样的比赛 每个国家的选手都有很大的压力 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 他们依然要参加比赛 有时候可能得到好的结果 有时候也可能得不到好的结果 但是他们一直努力参加比赛 那种精神是可贵的 我期待着看到高黎沙罗等选手 能带着笑容归国 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